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只不过不想让你太难过 因为你是天下的主子 而我要立我为妃 恐怕会招天下人的嘲笑 朕不管 即使天下人都反对 朕也让你做朕的妃子 左老爷 朕 皇上 公公要找皇上 皇上不是在御书房吗 奴才侍候皇上多久了 还能认不出皇上吗 皇上出宫到外面去了 公公 不要告诉母后 太后都知道了 母后 你身为一国之君 乃天下万名至尊 你竟然穿着太监的衣服六出宫外 我问你 你出去做什么 二臣 二臣困处深宫 不知民间疾苦真相 所以 还要说谎 你去见你个青莲了是不是 是 二臣是去见青莲了 因为二臣想对青莲说 二臣想纳他为妃 什么 放肆 纳他为妃 你问过我了没有 朕身为一国之君 难道连那个妃子也没有自由吗 亏你还记得自己是一国之君 既然是一国之君 哪看与民女匹配 更何况他曾是朝廷侵犯 母后 君无戏言 你身为皇上 说谎就是不忠 对母后说谎就更是不孝 这个青莲还没入宫 就以让你犯下不忠不孝之罪 倘若他进了宫 那还了得 还会把你弄成什么样子 待本宫立即下旨 把他斩了 母后息怒 青莲无罪 罪待儿臣 先斩青莲 你再好好思过 儿臣跟青莲是真心相爱 天地可见 谁叫你起来的 跪下 求母后三思 求母后成全 要三思的不是本宫而是你 本宫罚你在御书房思过三天 三天以后再来给我回话 要是你不能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 我就把青莲给斩了 本宫绝无戏言 大人 如何 英杰受苦了吗 正好我与刑部的人混熟了 这才免了挨板子之苦 不过加倍的粗活是少不了了 再拿些银子去疏通疏通如何 现在就是有了银子也未必成事了 少爷越狱思逃 偏巧又撞在师级手里 刑部的人都害怕了 谁还敢胡来 都是师级惹的祸 不过 弄得我儿饱受苦楚 总有一天我把他头剁下来喂猪喂狗 不过自从少爷越狱思逃 大人在百姓心目中的声誉可是大损 要这么下去的话 大人的威望就都给师级那小子盖过去了 大人的威望 大人的威望 这个荣业实际不过是破了几宗案子 为了几个刁民深渊而已 大人有何妙计 找三两个刁民做一场戏 有何难之有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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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开点 大人 大人 冤枉 停 大人给我伸冤 找死了 等个阻拦威大人的轿子 快走 快走 大人伸冤 大人伸冤 拦路告关 先打八十大盘 什么 冒着挨板子之嫌仍要拦路告关 当中必有莫大的冤情 就岂可动着用板子带着 是 大人 小女子自幼由于大户人家收养为毕 数日前府中竟闭门失窃 数十两黄金不翼而飞 我家二公子竟一口咬定是小女子所为 竟将我督打 体无满腹 前天小女子与二公子帮中收拾时 竟于他家发现数十两黄金 此时二公子正巧进来 他将小女子污住了 岂有此理 找死 不干活在这里看热闹 世间竟有如此之绝处 可为天人共愤 你不是有病吧 有病找大夫看去 姑娘 你请放心 这等卑鄙小人最应当诸 京城一日有我未成天在 一日都会和这些罪恶之徒赤不两立 我势必为姑娘逃回一个公道 大胆丢兵 竟敢如此无力 住手 退下 这位大神对本官有所不敬 依然心中对本官有所不满 你不妨直接说出来 你说的有道理的话 本官自当责罚自己 给你一个交代 快说 首富大人这么宽大 还不快说 这位大神不肯说 我们只能由他 这位姑娘所述的冤情 本官自会仔细的查明 为你讨回一个公道 你尽管放心的回去等候好消息 多谢首富大人 首富大人大慈大悲 行善积德 救苦救难 首富大人的大恩大德 小女子真不知道如何报答 好了 首富大人还有好多事要去办 今天就到这 往后你们有什么冤情 可以找首富大人申诉 首富大人一定为你们申冤的 起轿 金花 你疯了 在首富大人面前如此无礼 你自己不要命不要紧 连累了我们义红隆翠阁 看你怎么担当 幸好首富大人狂宏大量 没有怪家来 你 你说完没有 你究竟跟首富大人有什么关系 难道有十元九仇不成 没什么 还说没有 怎么不见我去偷唾沫 你平时见了这么绿豆大的官都害怕 今天吃了豹子胆了 还是他害了你全家 我去干活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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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不要这样 老爷 你爱见到的 你害的我 我不想见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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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花 金花 叫你来做事 你干嘛喝那么多酒 瞧你醉成什么样子了 金花 你这个下柳子 该死的死人头 你骂谁 干狼性狗肺的死人头 还在假仁假仪的骗人 你该死啊你 你该死 你骗得了别人 骗不了我 你骗得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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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辈子都恨死你 恨死你了 你在说谁 金花 谁骗得了你 婢女也是人 行为的 你不得好死 行为 真是守府大人 参见守府大人 卑职已经明察暗访 查出那个女人名叫卓金花 是那家名为乙鸿隆隆阁积院的杂役 就这么多啊 还有 乙鸿隆隆阁的原址以前叫金花酒馆 老板娘也是卓金花 那么卓金花在开金花酒馆之前 是干什么的 这个卑职查不到 你犯同 卑职知道 你犯罪 卑职再去查 你一定要查出他的底细 是 卓金花 你的秘密现在让我知道了 这下有你好看的了 卑职想要隐瞒的就是这件事 现在他的痛脚让我抓在手里 我才不会轻易放过他 看我怎么慢慢折磨他吧 除了这个 好处还多的是呢 还有什么好处 比如说赚钱呢 赚钱 金花身上榨不出几文钱的 你可富到人家 懂些什么 他身上当然没有 不过魏成天身上可多的是啊 你是说 你呀 不做事白吃饭 今天喝了我那么多酒 我还没跟你算账呢 我没喝酒 还说没有 看你醉成那个样子 你 你别想变了 刚才你在酒窖里偷酒喝 启红叫你很多遍都没叫醒你 是吗 我什么都不知道 算了算了 不跟你计较了 给大安针酒 你 乱七八糟的 不用你了 去洗八脸再来干活 拿出去了 拿出去了 醉得将死了一样 这样也好 既然他不清楚我们已经知道了他的秘密 这对我们有利 就不会破坏了我们的大忌 叩见首富大人 没了 你约我来说要告诉我什么秘密 说吧 大人 我有些关于灼金花的秘密要告诉你 灼金花 就是白天对您无礼的那个女人 她有什么秘密 她当年是您府上的婢女 她还服侍过你 婢女 您和她还有过一夜之欢 不过当时她好像不大愿意 老爷 老爷 不要这样 老爷 不要这样 救命 小翠 对了 就是小翠 小翠就是今天的灼金花 这件事情是她告诉你的吗 当然不是 这种事情她怎么会自己说 那你怎么知道 这事的确不容易查 我是费了好大功夫 旁敲侧击 好不容易才查出来了 这件事情还有其他人知道吗 除了我 还有你 应该不会有其他人知道 就连卓金花本人都不知道 我已经查出了她的秘密 卓金花目前是不会向人说出这个秘密 至于以后她会不会讲 这就难说了 我一定帮大人看住她 不让她乱讲话 大人 如果你想让我为你做点什么 请尽管温服 这件事情 让我慢慢考虑一下 好 小人随时听候大人命令 为大人效力 你先收下 只要你尽心尽力 以后好处多的是 多谢大人 多谢大人 记住 这件事情除了你和我 我可以让第三个人知道 是 走吧 小人告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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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我 大爷 快点亮了 快点亮了 不去 金花 你听我 金花 站住 你去哪了 原来是偷惠情人去了 我去打扫 不用了 这里也要打扫 走 这儿脏了 把这儿扫一扫 还有事 这儿也脏了 你就扫给大家看吧 打扫整条街 可造福大家呀 你们说 对不对呀 扫啊 谁叫你偷懒呢 你别侮辱我 你是下人 我就能侮辱你 你 金花 我们走 天虎 你先走吧 你先走 你敢去这个臭婆娘撑腰 是又怎么样 别忘了 你是我手下败将 住口 我是你老大 你敢顶撞我 只有赵爷是我老大 你算个屁 你这狗嘴 大安 好好教训教训罪的肩负淫妇 不许胡说 杀 天虎还倒你 你打我 进化 进化 起来 别打了 金花 起来 金花 别打了 金花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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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流血了 没事 天虹 金花 金花 别打了 金花 天虹 你给我滚 你干什么 滚 金花 走吧 金花 走吧 走回去吧 金花 走吧 金花 我让他走了 金花 我没事的 我不走 你听我说 我这里没事的 请我们走吧 回去吧 金花 走开 卓金花 我告诉你 我要你和你的拼头好看 你就提灯小心点 臭婆娘 你还敢瞪我 我给你骗了 臭蛮人 快来人 出人命 快来人 快来人 阿琪 大恩被人杀死了 什么 师兄死了 是啊 是被金华老板娘杀死的 怎么会这样 我本来也不相信 但以轰隆翠阁的启虹说他是正人 不快已经把金华老板娘抓起来了 正在你处置 怎么会这样 师兄 大恩变得那么坏 死了也就算了 说什么 他也是我师兄 阿琪 师兄的尸体在哪 不要去见他 我带你去 你看 你看 师兄 我是阿极 你怎么会死的 师兄 师兄 你起来 我们再去玩 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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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娘 老板娘 二乔 清廉 甘娘 你受苦了 没事吧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也不知道 我虽然很气愤她和启弘 但是我真的没有杀她 甘娘我知道 你绝不会杀人 是他们冤枉好人 老板娘你放心 阿琪一定会秉公办理的 大师 阿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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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娘 这是悲臣大师 是阿琪的师父 你们一直没见过面吧 多谢大师关心 出家人慈悲为怀 何况死了的大恩 他以前是我的徒弟 大师 大恩可不是我甘娘杀的 是啊 老板娘的为人我们都清楚 他是不会杀人的 是啊 大师 我请你相信我 我真的没有杀害大恩 对 人的生死各有前因后果 大恩横遭惨死 也是他自己作孽 但是 他到底是怎么死的呢 大师 我真的不知道 我当时被大恩打晕了 醒来的时候他已经死在我身边 谁杀的他我真的没有看到 大恩怎么死的也不管干娘的事 我们去找阿琪叫他放了干娘 事情也不是这么简单的 阿琪虽然是福尹 但什么事情也得秉公处理 你们说的也对 我们虽然觉得金华施主是冤枉的 但是也要拿出佐证 官府才可以放人 他真的死在我身边 这不巧的是我白天跟他吵过架 这些只是碰巧而已 是非黑白总会水落石出 阿琪那么聪明一定会查出真相的 是啊 阿琪是不会冤枉好人的 他一定会秉公处理的 对 来 收复大人 让您久等了 是我早到了一点 收复大人 大恩的事想必您知道了吧 你搬得干净利落 不错 真没想到是我手下的人冒犯了大人 赵毛锦在此告罪 不知者不罪 你放心 我不会怪罪你的 谢谢大人 难道你一点都不好奇 不问一下 这是为什么吗 大人要让我知道的自然会说 不让我知道的问也没用 何况大人要他死 有他该死的原因我也不想知道 好 我就是喜欢你这样的脾气 不多事 不该知道的事情就不想知道 是 大人 天后说 大人的死与金黄无关 我求你放了他吧 我知道你很关心他 可是我们现在得到的人证物证 都是对他很不利的 所以目前是放不了他的 阿姬你想想看 无论是神经还是利器 金黄怎么能比得了大恩 金黄是绝对杀不了大恩的 要是我还有可能 金黄也肯定不会 我的确也怀疑过你 不过我已经查过了 案发当晚有人证明你整晚都在标局 所以与本案无关 如果是我杀大恩 我会立刻承认他 我心里也恨他 我也很想杀了他 可他是赵爷的人 只要是赵爷的人 我就不会动他一个人喊毛的 哪个赵爷 你 你不用知道 是啊 其实我心里一直有个疑问 就是密函的事 你怎么会一下子为魏成天做事呢 是不是因为赵爷的缘故了 你说呀 我今天来找你谈 是求你尽快放了金花 我问你是哪个赵爷 你和他到底是什么关系 你不要问了 我不会告诉你的 有件事很重要 铁虎叔口中有个叫赵爷的人 二乔 你可听说过 赵爷 是啊 二乔 你快想一想 是啊 好好想想看 快想想啊 我想起来了 铁虎叔说 他是五湖十四邦的老大 他来过我们金花酒馆 铁虎叔为他接风洗尘 那是很久的事了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 我也记不起来了 他说是专程来找红叶大哥比武的 可是不久 红叶大哥就死了 那位赵大爷也就失望的走了 他有没有真的跟红叶大哥比过武 我也不知道 红叶大哥的死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凶手 因为我们还没有想到谁能杀得了他 我师兄武艺高强 三场一卫没人能杀他 但这个赵鸿飞 他是五湖十四邦的老大 并是天下数一数二的高手 你是说这个赵鸿飞跟我师兄的死有关系 红叶大哥死的时候 赵鸿飞在京城可能跟魏成天有关系 赵鸿飞可能是魏成天派他去杀红叶大哥的 如果是这个姓赵的杀死红叶大哥 我就跟他拼了 怎么可能是他的目的 他自己完全 degree 到底是什么 社长总经跟您在睡这边 拍照 啥 为啥 名声 Fach 让我看看 失敬 失敬 失敬啊 你不会不认得我的 很抱歉 是我眼拙 你看见这片红叶 有没有想起谁啊 看不出你年纪轻轻 还这么诗情画意 随身带了红叶在身上 听说你很喜欢找人比武 是不是 没有啊 谁说的 记得红叶大侠还没有死的时候 你曾来过京城 说是专程来找他比武的 比武 你和他打得怎么样 究竟谁胜谁负 难道没有分出胜负吗 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 别撞钻了 等我找到证据你就笑不出来了 你尽管去找证据吧 老公 老公 两位年轻人 我并不认识你们 你们找错人了吧 快说 是不是你杀了红叶大侠 红叶都哭了 不提也罢 好 完了吗 一定是你 只有你这样辜负的人才能杀得了红衣大侠 你想的还真简单 还有更简单的 今天我一定要杀了你替红衣大侠报仇 你杀得了我 你这笨牛 你这笨狗 大侠好好教训教训你这笨牛 看看 看看 这是谁呀 真凶人呐 你看 这人好像是施大人身边的那个 有谁来着 大人 我没脸去见红衣大哥了 我们二人的功力和赵红衣比起来的确是差了一大截 输给他也不是什么丢脸的事情 阿吉 我看赵红衣的武功的确深不可测 我想杀死红衣大哥的人很可能就是他 知道是他又有什么用 我命难他没办法 知道总比不知道要好 今天对付不了他 以后总会有办法的 他的武功这么高 我们谁也对付不了他的 九宝 不用灰心 武功对付不了他 我们还有其他办法呢 九宝 我刚才不是听说你被人扒光衣服 叮宁 九宝 叮宁 你说得太直了 九宝 对不起啊 刚才我平时要故意取笑你的 你不用说对不起 是我自己忌不如人才被人家羞辱的 你不用自卑的 我很少见到像你这样努力的人 谢谢你 从今天开始我一定会加紧练功的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九宝 我相信你一定能胜过那些羞辱你的人 我一定会尽快练好武功 直到有一天我能去找赵红飞决斗 为红叶大哥报仇 首府大人 你退下吧 世庄爷 要你一驾前来不好意思啊 请坐 大人 大人召我来不知有何请教 只叫不敢当 老夫只是想问一下着金花杀人案一事 现在正在加紧审理 首府大人 你有意见吗 世庄爷 自上任京城福音以来 法令严明 地方倾诉 政绩是有目共睹啊 老夫自恃五庸置疑 只是卓金花杀人一案 现今已成为京城的热门话题 世庄爷需要格外谨慎才是啊 这个我当然会了 我听人说 师庄爷和卓金花是好友 他的干女儿 还是你的知己朋友 还有 死者招大恩 以前也是我的师兄 是吗 是的 老夫的意思是 你放心 我世纪既然接理此案 就再不理会那些私人关系 我将秉承一向以来的铁面无私 不偏不倚 秉公办理 如此再好不过了 那么不知此案何时可以结案 一旦收集好所有证据 审讯清楚就可以结案判刑 那好啊 既然此案已受全城所瞩目 当然是越快进行越好 好 对了 那个犯人卓金花 招供了没有 没有 他不认罪 要用点刑才行啊 你不用刑 犯人是不会招供的 我是不会滥用刑的 对 那除了杀人一向 他还招了别的没有 收复大人 为什么这样问 我只是顺便问问而已 那好吧 你公事繁忙 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 市集先行告退了 大师请 多谢大哥 金花施主 大师 你怎么又来了 我这次来看你 市集他们都不知道 多谢大师关心 根据衙门 现在所搜集的人证物证 对你 都是很不利的 我的心里 一直是忐忑不安 你和阿吉分数母子 儿子 怎么能审问母亲呢 这是逆天之事啊 是 看起来 这件事是瞒不下去了 让我跟阿吉说了吧 大师 不要给阿吉知道 他不可能有一个杀人的母亲 如果跟人家知道的话 他的前程就没有了 我就告诉阿吉一个人 其他人不让他们知道 或者 让他辞掉这个案子才对 不要 大师 不要讲 千万不要讲 这种事 又归伦常啊 如果给阿吉知道 只会给他添烦恼 你说 他是救我还是不救我 千万不要给他知道 大师 这 大师 我求求你 千万不要给阿吉知道 我求求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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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不说就是了 谢谢你大师 我求求你了 你不求你了 你不求你了 你也不求你了 还有这个案子 我求求你了 最处的案子 还没有根据你了 犯人报上名来 民服卓金花叩见福尹大人 传证人齐红 是 跪下 民民齐红叩见福尹大人 齐红 你死者赵大恩是什么关系 赵大恩就是我丈夫 那你可认得堂下之人 当然认得 他就是伤害我丈夫的卓金花 我没有啊 大人 我冤枉啊 冤枉啊 大人 你暂时不要说话 我还没问到你呢 齐红 你把当日所发生的一切巨石烧来 是 大人 当日白天 卓金花和他的拼头铁虎前来剧院生士打架 我丈夫大恩和铁虎都互有受伤 卓金花就怀恨在心 当天晚上就趁大恩到酒窖取酒时向他偷袭 叫他赐死 不 那你有没有亲眼目睹卓金花赐死你丈夫赵大恩 没有 不过我来到酒窖的时候 正看到大恩死在卓金花身旁 金花身上还有血字 就叫李只有我丈夫和他 不是他杀的还会有谁呢 你不要乱说 金花 你还我丈夫的命来 我没有杀过他 传武座 是 拜见大人 武座 你有验过赵大恩的尸体 他致死的原因是什么 回大人 赵大恩是被人用匕首刺背伤及心肺致死 这把匕首就是凶器 小人验明刀行正好和死者的伤口相吻合 好 好了 齐弘 武座 你们两个可以退下了 谢大人 谢大人 卓金花 现在人证物证俱在 你还有何话可说 大人冤枉 我没有杀人 我没有杀过赵大恩 卓金花 你说赵大恩不是你杀的 那为何赵大恩会死在你的身旁 而你会伸染赵大恩的血迹呢 大人 那天白天 我跟铁虎 同他们夫妻俩曾经吵过架 后来我们就打起来了 当天晚上我在酒窖里 大恩走进来 一见我就打我骂我 他将我打晕了 我朦朦胧胧之间 我觉得有人压在我身上 我醒过来 我见他躺在我身旁 他死掉了 动也不能动 大人 全都是事实 我真的没有杀他 你说你昏迷过去了 昏迷了多少时候 好像没有多久 你昏迷之前 酒窖里头还有别人吗 没有 你是不是很憎恨赵大恩 是 所以你就趁他步入酒窖时 在他背上插匕首 你不懂武功 只有这样才能杀倒他 是不是 不是 不是 但你可有杀他的动机 他买了你昔日拥有的金花酒馆 做了你的主人 更虐待了你 你把心一横 将赵大恩杀死 我没有 我没有 我真的没有 我没有 素敬 卓金花 赵大恩如此待你 你盛怒之下 做出杀人的事来 也是可以理解的 若你明瞞不灵 角度不肯认罪 休怪本官对你用心